2019年5月6日16点44分联合报记者张凯宏及时报道周日是母亲节,但根据劳动部统计,有超过两成企业违法不同意劳工申请家庭照顾假,非有新手妈妈申请育婴假遭刁难。 妇女心知基金会今天表示,劳工的七天家庭照顾假应比照公务员改为有新假,政府也应补助所有受雇者在育婴假期间的全部保费,会与政府尽速修法。 妇女心知基金会今天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,妇女心知基金会董事邱雨凡表示,性别工作平等法给予受雇者可申请一年七天的家庭照顾假,是并入市价去计算。 但劳工一年试假最多寝14天,且无知心,这样并没有提升女性劳工的工作情况。 妇女心知基金会董事,东吴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洪惠芬说,性别工作平等法2012年提案修正,要求劳工与公务员,一体适用家庭照顾假标准。 但直到去年底,考试愿意通过修正公务人员请假规则,将公务员试假改为一年有七天家庭照顾有新假,劳工却无相关修正,并比照公务员,妇女心知表示。 劳动部公布2019年同筹日为2月23日,等于女性需要比男性一年多工作54天,才能获得相同年薪。 原因之一,可能是女性劳工因请太多试假被扣薪,导致男女平均薪资之落差高达14.6%,妇女心知也说,试假无心意让劳工怨叹,更过分的是企业为依法给假。 依据劳动部107年雇佣管理就业平等概况调查,各事业单位同意员工申请家庭照顾假比例仅有78.1%,立即违法比例达21.9%,针对育婴假期间劳工要自行负担保费。 妇女心知基金会董事庄乔如表示,职场中的妇女必须承担职场,家庭照顾责任,请假时还要面对雇主是否准假的担忧,就算请假还得比照请释假无心,在育婴留职停薪期间,收入短少却还要自行负担保费,经济压力很大。 她认为,政府如果有决心想提高生育率,并尽速修法,把由劳工负担的两成保费改由国家补助,洪惠芬呼吁,政府应尽速通过家庭照顾假改7天有薪,国家负担育婴假期间保费的相关修法,也希望所有企业可以善尽社会责任,不仅要守法,更可以提供员工比法规更优惠的福利。 妇女新知基金会表示,劳工7天家庭照顾假应比照公务员改为有薪假,政府也应补助所有受雇者在育婴假期间的全部保费,图妇女新知提供分享来自布洛克阿兹会。